字幕提供 《拥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 《拥抱大香港主義》的早晨節目 來到第3節 真的沒有課金 沒有查過是沒有的 剛才說有課的人 呼籲 原來沒有課 不誠實 不誠實 又說有課 原來沒有課 不誠實 呼籲各方試試 不誠實 不正直 你們現在為了 為了剛才不正直的表現 你們現在唯有課 唯有課 才可以拯救到你的聲譽 這個 這個 講什麼呢 這一節講一下 加薪的狀況 早幾天 新籌趨勢調查委員會 發表了報告 發表了報告 就會給予 新籌趨勢調查委員會 之後的幅度也挺大的 對於高級公務員的 薪酬趨勢指標 就是7.26% 然後中級公務員 就是4.55% 低級公務員 就是2.04% 發表了這個報告 給予政府參考 看看會不會按照這個報告的指標 來考慮進行加薪 但是這個 這個幅度 大家就覺得 哇 你到底什麼事實 這個 現在還在說 大幅度的 加薪 不是吧 好像很誇張 那樣 有些說法就是 因為 他在那個 薪酬趨勢調查 他就綜合了不同的東西 他就說會有六大因素 我看看那六大因素 是否糟糕 他會說會有六大因素去考慮 那六大因素包括是什麼呢? 就包括有這個通脹 當然 就是這個 我找不到的六大因素是什麼 讓我看看那六大因素 有不同的因素去考慮 那不同的因素去考慮 也會考慮通脹的因素 可持續發展的因素 還有就是 也都是 查詢了很多不同的商業機構 不同的商業機構 他們過去的發展狀況 和未來的發展展望 然後他就得出了這個指標 出來之後 出來之後 就是一個很高的數值 但是有說 就認為 他這個調查 很多的數值 很多數值和數據 都是來自一些大企業 這樣 那麼這些大企業 這些大企業 這些大企業 他有些企業 因為他有綜合企業 這些穩健健全的公司 他們在這段期間 並不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在疫情上 例如 如果你調查 長實的影響當然不大 於是他就覺得 都可以 都可以加 這樣 於是 出來的指標 就是這個 7.26% 4.5% 和2.04% 就是高級、中級和低級公務員 高級加這麼多 這樣很厲害 好 接著 這個 總商會 昨天 這個調查報告 就是早兩天的事 這樣 一向都是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的 這樣運作 那個調查報告 出來 接著就交報告給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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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就考慮了 其他因素各樣之後 接著就跟據 那個調查報告 接著就去調整 一些公務員薪酬 調整公務員薪酬之後 接著有很多大企業 就會跟著那個 每一年公務員的薪酬調整 就會成為 一個 勞工市場的指標 於是 其他 大機構 企業 都不是大機構 其實是 這個 很多 商業機構 都會 跟著 大概的 百分之調整 這樣 其實 是不是一定要跟它 又不是一定要跟它 但問題是 你不跟它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 大家都在勞工市場裡面 開架 如果 大家都會拿那件事來做比較 就是公務員 公務員現在是多少錢 然後 做相關的事 如果做相類的事 有些可能是政府工 有些是私人機構 有些是私人工 有些就沒有關係 譬如你教台拳道 這樣就沒有關係 但有些工作 你可以是 譬如 做工程 或者 做工程 那些 你那個勞工市場 那些人就會比較 都知道我是應該做 政府的份號 還是做 私人機構的份號 那它就會比較 於是 一些有相關 相類的事情 多數都會跟著 或者 有一個 比較 即是它的數字 有一個 有一個參考價值 這樣 一般就是這樣 有一個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跟完之後 政府跟 政府跟完之後 那個公務員薪酬 亦都在勞工市場上 成為了一定的參考指標 影響了私人市場 那個這樣的 以往私人市場的人工 是否通常一定會高 過公務員 是現在的古怪呢 其實就 不是的 其實就不是的 還有看行業 即是你說私人市場 一定高過公務員 那個可能是 十幾年前的事情 但是 現在其實沒有這麼希望 嗯 那就變成 還有政府那個 還有公務員架構 不斷膨脹 它膨脹得很厲害 還有另外一些因素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看 即是以前來 即是以前的人 不會想做公務員 但現在的人 都沒有出來 就已經打算做公務員 是的 我想了解這個情況 社會不同了 譬如以前的世界 在說十幾年前的世界 就是 你雙營社會的發展 是好一點的 可能性是好一點的 可能性是大一點的 這樣 於是多些人會去 希望就是 加入 我又收到西安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 西安課金的 以前就是這樣 還有就是 商營市場的競爭力 可能會大一點 好一點 但是 過去這十年就不是 第一就是 商營的環境 沒有那麼蓬勃 沒有那麼刺激 沒有那麼多好 簡單來說就是 社會沒有那麼多好東西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政府不斷地去擴大公務員的戒口 令到公務員的體制 越來越龐大 第三件事是什麼呢 第三件事就是 因為現在公務員 是應該要加多些人工 就是那個薪酬調查報告 他研究了很多事情 但是大家都覺得 其實今年是不應該加這麼多 是不應該加這麼多 因為大家覺得 就是 你作為打工仔 作為打工仔 加多些 當然是高興 但是 加多是會執行的 加多是會受不了的 於是總商會就出聲了 總商會就說 早幾天的薪酬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總商會就去發表意見 就批評這個薪酬調查委員會 這個調查 就離地 就認為這樣會衝擊中小企 他就說 為什麼這樣說呢 總商會其實過去很少 去回應這個薪酬趨勢調查 但是 昨天就發表一個聲明 就說 本地經濟已經首季錄得4%的負增長 就反映第五波的疫情底下 經濟脆弱弱 批評現階段建議 這樣的大幅加薪 就未免脫離現實 總商會就認為 現時多個行業 都需要去 努力去挽留人才 但是如果公務員的薪酬加幅是這樣 企業挽留員工就會面對很沉重的壓力 因為很難去跟隨政府的薪酬水平 總商會就促請政府考慮 那個實質的商業環境 就說如果這樣加薪 反而是對人力市場 可能造成連以效應 和對中小企的營運造成影響 他就說 如果公務員的加薪幅度 最高到7.26% 是不能夠接受的 這個是 有些人類顧問這樣說 如果在現在的時勢 加到7.6% 甚至是高級公務員 大部分企業都沒有辦法做到 目前市場環境 要跟隨這個加幅 非常困難 他就說 大型企業如果不大幅加薪 即是不加到7% 他都還可以 用其他福利來挽留員工 但是中小企沒有什麼福利 中小企除了加薪之後 就很難提供一個誘因 去挽留員工 他就憂慮就是說 如果企業的加薪幅度 是不及政府的話 就會影響了員工的情緒 增加僱主和僱員之間的分歧 部分員工會因為 其他公司的加薪 或者政府的加薪 看齊公務員而離職 觀察到不少的求職者 在疫情之下都寧願入政府工作 估計如果公務員大幅加薪 會進一步削弱私人市場的競爭力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私人市場 就是那些人力資源 還有一些不同的公司 他們的憂慮 他們表達憂慮 但是我不是這樣看 對於這件事我不是這樣看 因為我認為公務員是 因為就是剛才你問的問題 就是說 私人企業應該 起碼要看齊公務員 或者是你如果在你的印象來說 做私人機構 那是商家 商業社會好像很蓬勃 好像很有發展 他們應該人工高一點 但是沒有這支歌仔唱很久 其實已經沒有這支歌仔唱很久 還有第二件事 我是認為公務員 是應該高人工過其他人 在現在這個社會 先不要說另一件事 就是公務員是要宣誓的 就是大家現在忘記了一件事 就是那個薪酬趨勢調整 他說調整了很多因素 包含這些 你沒有計一件事 就是現在做公務員 是要宣誓的 你做私人企業是不用宣誓效忠 現在宣誓效忠什麼 我都忘記了 他不只是宣誓效忠基本法 他只是要 他只是要 要 好像是中國 不是 還有好像要不違反國家安全 有些承諾的事情 那你如果 我想說做公務員 有這樣的宣誓成本 宣誓很大件事 你知道嗎 影響移民 這個是第一 首先第一件事 先說做公務員的風險 你宣誓後 你要去不違反國家安全 但是你有時候你不知道 你到底不知道 等一下你忽然家裡有本 不知道什麼書 或者他找回你 十年前Facebook 有個post 你違反了 你自己也不知道 對不對 但是你違反了 因為你宣誓後 你宣誓後 可能那些是沒有法律責任的 可能還沒有國家安全責任 但是可能違反了你的宣誓內容 那你可能已經被告虛假文書 可能有這樣的可能性 喂 那裡只是宣誓帶來的壓力 宣誓帶來的壓力 那裡已經值得加薪3% 然後還有什麼呢 為什麼有些人會說 那你就吵 你公務員越高級 薪酬加幅越大 他現在的調查 就是高級公務員是7%多 為什麼風險越大 當然 因為你高級公務員 你一直高級上去 你怎麼知道制裁名單 會不會落到高級公務員 所以這個是WIS來的 當然 這個風險是掛傲 是啊 所以他買了這個東西 你加到7% 為什麼加到7% 喂 他可能現金出糧 你說不會 起碼官員 你怎麼制裁 你怎麼知道制裁 那個幅度制裁多少 還要打針呢 還要算打針 你公務員一定要打針 你公務員打針 你一定是打得最足的 對不對 你公務員打針 你針卡 你現在就兩針 三針 遲些四針 五針 六針 一路追上去 你做公務員 2022年分分鐘打十針 喂 你要宣誓 面對制裁風險 打十針 什麼針都要打 那你 那裡 加起來 就是只是打針 兩個% 接著之後 被制裁風險 兩個% 接著之後 宣誓本身帶來的壓力 三個% 加起來就已經 值得加薪七個% 那麼這些私人企業是沒有的 對不對 這些私人企業是 你私人企業是避了這些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來說 就沒有那支歌仔唱的了 雖然總商會那個說法 還是當正香港現在是一個 正常的社會環境 就是覺得 那個私人市場那些活動很蓬勃 賺錢很容易 高薪厚職 忽然之間發達 那麼 現在不是那個社會 不是那個世界 對不對 那麼你現在是 現在是 現在是公務員 面對很多風險 很多承擔 很多承擔 就是我們叫做承擔 這樣 起碼面對很多風險 起碼有很多吵架的事情 這樣 你面對這麼多事情的話 就是我們應該接受一個世界就是 雖然那個公務員系統 不斷地擴大 但是你說它是不是真的打擊到私人的市場呢 你私人市場 你不用 你不用政治表態 你不用政治審查 你不用打十針 這樣 那麼你撇除了這些事情 沒有了這些各樣的事情 那麼你 人工比公務員低低 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社會上來講 它承受了這麼多代價底下 給錢買了這麼多難受底下 是應該是這樣 就是看錢買了多少東西 是啊 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總商會 要理清現實 現在私人市場 是不應該跟蹤公務員的 因為你沒有那些 你沒有那些 沒有那些要求 加諸在私人市場的 你說如果有 你說如果有 但是其實有 有些大機構是有的 有些大機構一直是逼針 一直都會對員工做政治審查 那些就是我加給它 什麼 那些就是我加了 如果你的公司是這樣的 那你就加了 如果你的公司 是 是 現在還是有 不用政治審查的 不用打針審查的 不用醫療審查的 那你 相對來說 你就自由度大一點 你的薪酬就低一點 就是我覺得 你要考慮現在 你要考慮現在 這個狀況嘛 有些公司 有些公司 又說很多公司 就被逼人打針 但是又凍身 這樣就不行了 你逼人打針 你應該要加 這個又真是 fair 逼人打針的公司 真的要加多些人工 那你的風險 對不對 是命 對不對 你的命 你要打針 要打針 你要打針 你當然 但是 座底也要4% 座底 7% 8% 其實都抵不回 加了人工 也抵不回 你後遺症 各樣東西 但是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 已經是逼了針 但是人工沒有加 這樣 我就覺得 這樣就完全講不通了 我就覺得完全講不通了 這個 這個不只是 我覺得總商會 總商會就說 這個 薪酬調查委員會 離地 我就覺得 反過來 其實是總商會 離地 都不知道現實的 薪酬狀況 其實是包括了什麼 那份薪酬 不只是買工作能力 買了難受 買了健康 買了你的 買了你的政治立場 很多東西都買在裡面 這樣 這個就要考慮一下 至於 有沒有人工加呢 這樣 我就覺得 大家今年就不要 雖然我看到很多聽眾之前 就有課金又盛 又說加薪 這樣 我們聽眾的歷史上 就很厲害 不過今天沒有課金 我今天也想加薪 大家試一下 對 今天沒有課金 真的奇怪 好像試不到 剛才 是嗎 雖然我收到薪酬 不給我讀一下也好 對 沒有 真的奇怪 但是我覺得 應該是困難的 應該是困難的 所以 今年還是要捱 暫時還是要捱 我收到Winley的薪酬 都是跟我說 生日快樂 亨誕快樂 感謝你 感謝你 我們這節就到這裡 我們就到這裡 我們看看 稍後回來 還有一節